成峰2023决赛录制即将开启,部分歌单节目组已经官宣。 决赛业会有团战PK、跨联盟PK和队长秀。 节目组官宣的跨联盟合作是由不同联盟的两位姐姐分别合作三首歌曲。 第一首歌曲《岁月》是一首占装型、声乐输出的歌曲。 第二首歌曲《Say So》是一首英文歌曲、旋律轻快、唱跳行歌曲。 第三首歌曲《Who Is That Girl》是一首很有个性的唱跳歌曲。 这三首歌曲的合作,据论坛网友爆料, 谢娜联盟选出的两位跨联盟合作姐姐是曾可妮和刘亚瑟。 而刘亚瑟和Chipple又是网友最为看好的一对CP, 大家很期待看他们二次合作,所以有概率合作一首歌曲。 网友观察刘希军动态,发现刘希军在练习英文歌, 所以大概是要参与合作歌曲《Say So》。 所以跨联盟合作,将会看到六位姐姐进行双人合作演出, 镜头会更多,也会让更多姐姐的粉丝欣赏到自家姐姐的能力。 而决赛前因为淘汰徐怀玉、 谢欣让Ella联盟、Amber联盟都人数缩减。 复活赛唐伯虎加入Ember联盟, 汪小敏加入谢娜联盟,让Ella联盟人数成为六人, 而另外两个联盟人数是七人和八人,有不对等的现象。 最终网友曝光,人数上进行调配后, Ember联盟吉娜,到Ella联盟,这样Ella联盟也有七人。 可吉娜是非创始人身份,并且人气在二十一位姐姐中排在末位。 原本六人联盟,每位姐姐露脸的机会更多, 二人舞台机会也更多,而增添吉娜到七人, 让姐姐镜头变少,还在人气上没有太多帮助, 可谓是雪上加霜。 截止到决赛前,谢娜联盟是最具优势的, 全员创始人,且还有一个成风席位。 Ella联盟是最劣势的, 非创始人身份姐姐数量最多, 并且姐姐们整体年龄较长, 粉丝也会更为佛系。 成风席位,如果按照33位参加姐姐比例计算, 第三季28位有10位成团, 第四季有33位,至少也得有11位姐姐成团。 确认一定会成团的姐姐有 陈佳化,谢娜,刘亦云,Chipple,小美,朱朱, 刘希军,卢靖山,黄丽玲,孙岳这十位姐姐, 而有四位姐姐则成为可能会成团, 也可能会与成团失之交臂的落选者。 第一位,贾静文。 贾静文以国民度高为主要优势, 又是四季以来的颜值担当。 可惜的是,唱跳都不算很出彩, 经过几轮公演下来, 跳舞已经完全在线, 唱歌仍是短板。 以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来说, 最初看名单的时候认为一定会是成团的姐姐, 但现在看来有点危险。 第二位,刘亚瑟。 刘亚瑟是有实力和粉丝基础的。 尤其是有湖南本地的粉丝基础, 很多湖南本地观众都看过明星学院, 知道流星当年的人气。 并且,这次刘亚瑟还是第四季姐姐 唯一被节目组以炒CP为热度火的姐姐, 在武功也被安排成为创始人, 又是英皇的艺人, 很大几率会有夺得成团位的可能。 第三位,曾可妮。 唱跳实力君在, 就是在参加节目之前没有知名度,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从开始就跟着谢娜, 被网友认作是半个皇族姐姐。 她的能力不弱, 但不知道节目组对其定位, 如果节目组要捧, 那必然会成团。 如果按照观众的真实人气, 可能会在成团边缘。 第四位, 公林娜, 很早就成为了创始人, 但人气不算太高。 四公已经超越了孙月, 人气已经达到第八位, 但毕竟今年姐姐们的竞争很激烈, 她位大的也不少。 孙月是节目组请了两季才请到的姐姐, 大概率会给成团。 如果成团位有孙月, 那公林娜成团概率就小。 除非今年成团席位给13这14个。 正片四次公演过后, 11位姐姐暂别舞台, 吴倩因并退赛, 武功被淘汰的是徐怀玉和谢星, 复活赛成功突围的是唐伯虎和汪小敏。 也就是说, 浪姐四将有21位姐姐冲击成团位。 经过前三季浪姐, 不少观众都认为成团无用, 尤其那英在第三季成团业当中表达了成团无用论。 但是, 无论是芒果的团宗, 还是芒果后续的综艺资源, 亦或是其他平台的资源都更倾向于成团的姐姐, 而成团和人气高, 这两件事密不可分。 尽管武功正片还没播, 尽管武功的个人喜爱度排名还没公布, 但从目前的形式来看, 并不影响我们猜测最终的成团名单。 七位姐姐成团无悬念, 八位姐姐或无缘成团, 而剩下的六位姐姐竞争激烈, 他们将争夺其余的三至五个成团位。 七人无悬念, X Leader难判断, 在前三季浪姐中, 从未有过成团业的队长没成团的先例, 所以本季三大联创队的队长陈佳化, 谢娜和刘亦云必定都会成团, 更何况他们的喜爱度从未跌出过前十。 值得一提的是, 陈佳化虽然四公才拿到喜爱度第一, 而且二公后再没有率队获胜过, 但他赢得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认可, 他是本季C位的不二人选, 也只有他夺冠, 节目组面临的质疑才微乎其微。 相较于已经失去悬念的C位, 本季的X Leader反倒难以判断, 因为谢娜和刘亦云的胜率差不多是对半开的。 自从三公所组后, 刘亦云组的战绩更好, 但谢娜有着依然算是芒果自家人这个优势, 或许能笑到最后。 浪姐四, 最大金主的品牌新推官, 除了以上三位队长外, 珠珠同样得到了青睐, 而且他的人气也非常可观, 二公和四公都高居第三名, 最终成团也是没有悬念的。 当然了, 珠珠的成团名次可能不会这么高, 但能唱能跳, 有颜值, 有智慧的他, 堪称是本季演员阵容中的最佳, 成团理所应当。 美伊里牙和知福, 这两位外籍姐姐, 前者火爆出圈应该是芒果的意料之中, 而后者大面积圈粉对芒果来说, 应该是意外之喜, 人气居高不下的他俩, 同样是成团的大热门。 值得一提的是, 浪姐四的团宗, 中国有滋味正在筹备, 是一档弘扬中华美食的节目, 你邀的是七位不同国籍的姐姐, 知福在列弹美伊里牙缺席了, 这对于粉丝们来说, 无疑是遗憾。 刘希君同样已经提前锁定了成团位, 尽管出走多年, 但去年已, 生生不惜港乐际, 回来后, 他依然被视作芒果的自家人, 不排除京东继续合作, 时光音乐会三的可能。 刘希君的唱功和唱商, 无庸置疑, 在浪姐四也贡献了, 吻别, 归途有风, 这两个高质量vocal舞台, 但目前并没有出彩的唱跳舞台, 但愿武功和成团业能有惊喜。 八人或无缘, 孙岳最意外, 在浪姐四这样的节目中, 能否成团的主要标准依然是人气, 而综合前四次个人喜爱度, 排名来看, 有八位姐姐或无缘成团位, 他们分别是曲颖, 刘亚瑟, 蔡绍芬, 孙岳, 吉娜, 陈奕涵, 唐伯虎和汪小敏。 唐伯虎和汪小敏虽然成功复活了, 但完全没有成团的机会, 毕竟他们离开舞台的时间太久了, 观众在情感上更偏爱一路冲到成团业的姐姐们, 今年的复活赛远不如第一季有看点, 孟佳2.0的剧本可遇不可求。 曲颖一公曾拿到过喜爱度第九名, 但之后, 始终没在冲进前十, 尽管已经52岁的她状态依然好, 而且畅跳无压力, 但人气终究是桎骨, 而且也得不到节目组镜头的偏爱。 刘亚瑟顶着金像影后的荣誉参赛, 而且得到了英皇群星甚至老板的打扣, 但喜爱度排名从未进入过前十, 而且被吐槽油腻的声音从未消停, 这趟乘风之旅不知是福是祸。 蔡绍芬和曲颖一样, 也拿过喜爱度第九的名次, 但凭借的缺失二公被受争议的舞台, 带我去找夜生活, 只能说路人员为她加持很多, 而且娘娘明显没奢望过能成团。 孙岳在赛前被公认是本季C位的大热门之一, 但可惜她没能扛起内地唱跳第一人的赞誉, 或许终究是年纪大了, 也或许她从来就不是内地唱跳第一人, 当成团名单公布那一刻, 她可能是最大意外, 但这仅仅是与赛前风评对比的结果。 陈亦涵和吉娜, 二人的唱跳能力都堪忧, 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 由其武功的喜爱度排名居然高于徐怀玉和谢兴, 人气吊车尾的他俩, 注定与成团位无援。 更惨的是, 陈亦涵和吉娜的口碑都已受损, 加盟,浪姐四, 得不偿失。 六人竞争激烈, 卢靖山最稳, 黄丽玲或逆袭, 冲击,浪姐四, 成团业的21位姐姐中, 陈佳化等7位姐姐提前锁定了成团位, 曲颖,孙岳等8位姐姐基本无援成团位, 而剩下的卢靖山, 弓琳娜, 贾靖文, 曾可妮, 黄丽玲, 张佳妮这6位姐姐则竞争激烈。 卢靖山四宫人气虽然跌到了第10, 但前三宫的排名分别是第6, 第6和第3, 他成团的形势依旧最稳, 弓琳娜三宫和四宫的排名都稳定在第8, 而且路人员非常好, 成团希望也很大。 贾靖文从一宫到四宫, 每次喜爱度排名都进步一名, Vocal虽然进步不明显, 但舞蹈肉眼可见得变好了, 曾可妮的唱跳实力是被低估的, 武功和Ember的PK虽然输了, 但人气可能会上升。 黄丽玲四宫人气暴跌到了第19, 貌似成团无望, 但他近日刚拿到了金曲奖歌后, 有望实现逆袭, 张佳妮四宫前的最高排名是第16, 但四宫升到了第11, 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 如果浪解四的成团位依然是十个的话, 那么除了基本确定的陈佳化等人, 龚琳娜, 卢靖山和贾靖文有望成团。